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款机器 首先我们拿到机器拆包之后 第一步先把上面这个摇轮 我们给它装上去 装上去之后呢 把那个电源线 我们的电源线插上通电 我们会有配送这个电源线 跟这个信号接口线 我们先把我们的电源线插上机器 然后这里开关打开它会亮 然后把我们的电源那个信号线插上去 连接上了之后 插上电脑 然后把机器的两个开关同时打开 听到机器的风扇运转的时候就开了 这时候我们把随机配送的U盘上到我们电脑上面 上上U盘之后呢 打开U盘把我们的这个文件夹跟U盘还有机器 我们编号的这个文件夹 首先我们第一步需要给我们的电脑 安装这个打标机的驱动 那插上USB 我们的U盘之后呢 打开计算机 右键点击 属性 这里有一个设备管理器 大家的动作可以跟着我的手标的动作去看哈 这里有个设备的管理器 我们 左键点一下 看到这里有一个其他设备 这里有个感觉好的USB 安装到我们右键 所以等一下这里有个更新驱动程序 等一下之后呢 下面这个浏览计算机来查找 那这种浏览 我们的驱动 在那个我们的U盘里面 这里有一个驱动的文件夹 你看之后呢 下面有一个USB卡驱动 那 选择 确定 下一步 等待我们的驱动 安装完成 那OK了 那这个刷新出来 这里有一个北京精神指的一个驱动程序在这边 然后关掉 这种宝宝我们的那个 U盘的文件夹 这里有一个文件夹 我们把它放在桌面 这里有一个压缩包 可以放到其他的盘里面 好 后期如果这个文件夹丢失 或者怎么样的话 那 那 为什么 打开我们的 你讲 这里有个软件 关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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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 二纸红色的这个 Logos 1.4月2 这个 我们把它 右键 然后把它发送到桌面的快点方式 是 那就是看到我们桌面上面有这个 主标了 让我们关掉 关掉之后呢 双击打开 这里会弹出一个没有校正文件的一个提示 你确定你管他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点这个参数 参数这里呢 有一个使用校正文件 我们勾选使用校正文件 后呢 这里有箭头 这里有箭头 我们点一下 点了之后呢 我们看 那 呃 查找我们的那个校正文件在哪里 在我们 那都发送到桌面的 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里 那 有个COR 是 的 点击 打开 那在这个界面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 点击键盘的Ctrl 加1 在第二部这里 也有一个 查文件 点击键头 这里 也是在我们这个文件夹里面 打开 OK 这个确定 确定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软件的效率文件 就已经 装完了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打 标课其他型号的一个 的图子的 我们可以装机我们的 U盘里面 有一个那个 三立体图子 在这里面 装机打开 这个会弹出这个窗口 你管他 这一点的确定 进去 然后我们所需要标课的这个型号 比如说我们这里 R9 那我们双击打开R9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R9的图子了 打开之后 当我们要去 标课我们的屏幕的时候 这台机有一个比较 呃重要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自动去找 我们的一个焦距 不管我们要打印任何的物体 把它放到我们这边 自动测量焦距这个地方 放上去之后呢 我们去摇动我们上面的一个门杆 摇动之后 直到这里有个灯 这里有个指示灯 亮了之后 停了 OK 我们把东西直接打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需要打 标课的一个东西厚度的焦距 那我们只需要把东西放下去就可以了 就不用管了 选择 然后这里勾选 选择加工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用那个 红光预览一下 可以看一下那个位置啊 区域这一块 对不对 停止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标课了 点击标课 它会按照图纸自动的去运行 在标课完成之后 就可以直接拆平了 OK